各位早 時間關係不一一問候 這次小英總統出國拚外交 結果我們的國安局跟我們的華航聯手搞手支 全體國人非常非常的痛心 小英總統說了 徹查到底 我們就來看到目前為止是不是有徹查到底 首先請教一下交通部林佳龍部長 你有沒有看過檢察官的起訴書 有 華航的調查報告你有沒有看過 有 對華航的調查報告你滿不滿意 華航的調查報告有部分 你滿不滿意 到目前為止的報告你滿不滿意 你不能公開我了解 剛剛你也說明過了 到目前為止的報告你滿不滿意 所以我是並不是很滿意 到今天還不是很滿意 林部長你會不會覺得很離譜 國安局跟華航聯手搞出了這個醜聞 國安局局長下台 昨天府市會長下台 你們交通部的官司比較大是不是 華航董事長可以不動如山 今天國安局局長下台 昨天府市會長下台 他們兩個一樣啊 他們一條煙都沒有買啊 督導不周 負起政治的責任就下台 憑什麼華航董事長可以撐到今天不下台 部長這是你的意思嗎 是你立島的嗎 這個是交通部的擔當嗎 到今天呢 交出來的調查報告連你都還不滿意 結果我們的華航董事長動都不動 部長 華航跟國安局勾結的過程啊 華航董事長早該下台啦 部長你這麼認同 還是 我們交通部的華航董事長特別大 國安局局長下台 總統府市會長下台 華航董事長不用下台 因為他後面的靠山比較硬 因為華航這個案子是從2005年一直到2005年 沒有關係啊 你要去追究 立任華航董事長 我全部都贊成 如果你今天這個理由可以成立的話 國安局局長不會講說 我前面的國安局局長就這樣幹啊 總統府市會長也可以講說 我前面的總統府市會長就這樣幹啊 別人為什麼都要下台 只有華航董事長可以不動入山 在我們交通部的督導之下 華航回溯 把這個資料 對不起喔 我現在在講的是董事長的責任 請你不要轉移話題 這個董事長你還要保嗎 有沒有最起碼的擔當 這個 我想他本身就是負責要把這個事情調查清楚 對啊 到目前為止了 時間已經多久了 檢查官都已經起訴了 你看到的部分你都不滿意 結果你說他現在不下台 是要調查清楚 好來 我們一樣一樣看 我也不要再跟你 你的態度很清楚啦 全體國人看在眼裡 我第一個問題 華航可以說謊發假消息嗎 我當初想華航有高層摄入 結果華航發新聞稿罵我 所以我胡說八道 絕對沒有高層摄入 右手邊 國安事業風暴 華航高層 略被告了 隊長 華航可以發假新聞嗎 可以發假訊息嗎 我跟委員報告 我看到這個報導 我也要求華航 話不要說太滿 把證據查清楚 這不是話要不要說太滿的問題啊 這根本就是假消息啊 他們就採取調職 對嘛 下一個問題 這個新聞稿是誰發的 誰點頭的 要不要負責 華航要不要跟我道歉 下一個問題 網購 九千兩百七十四條 好 來 華航也好 交通部部長也好 都有調查嗎 花了很多時間 吳宗憲 九千兩百條 有一位黃香妹 三十三條 還有四十一條 黃香妹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再講 還有四十一條 誰上網預購的 不要說不知道喔 剛不是說保證的董事長要調查嗎 還有四十一條 誰預購的 委員是不是由其他全責機關來回答 全責機關是誰 查航嗎 四十一條誰預購的 唸出來 各預購幾條 到今天還在遮遮掩掩掩的 不要跟我說還要回去查齁 四十一條誰預購的 名字大聲唸出來 各預購幾條 好 主席時間暫停一下 不好意思喔 他們在那邊拖著 時間暫停 時間暫停 把查清楚以後再回答 不要老實講 不要老實講啦 你們今天叫來國會的報告 根本不及格啦 這麼重要的事情都不寫 然後調查很完備 負起責任 講什麼空話 四十一條誰預購的 名字是誰 各預購多少 大聲唸出來給全體國人知道 這個部分呢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這個部分呢 事實上 總共是買了大概 三十三條那個是 剛剛講的 因為還有一個十四條 是在飛機上買的 十四條在飛機上 先停一下 網路預購九千兩百七十四條 從你們在地檢署的陳述 檢察官的起訴去寫得清清楚楚嘛 黃香妹買了三十三條 這個我知道嘛 那下面四十一條誰買的 誰買的 應該是十四條 這個是在飛機上買的 對不起喔 網路預購九千兩百七十四條 這是你們華航的電池紀錄記載的 那你現在要在跟我扯別的 九千兩百七十四減掉九千二等於七十四 七十四減掉三十三等於四十一 這個數學有這麼複雜嗎 對不起時間停下來啊 他們直接叫來國會的報告根本不及格嘛 亂七八糟的 鮑威那個這樣子 因為這個買這個香菸 這個買的有些是在飛機上買的 飛機上買的 對不起喔 我們一步一步來啦 我就先跟你講網路預購的部分 因為這個有電池紀錄嘛 你跑都跑不掉啦 四十一條誰買的 我再時間跟你講直接一點 你們後台的電池紀錄我有掌握啦 事情爆發以後第二天 趕快湮滅證據 把後面的紀錄全部都拿掉了 四十一條誰買的 這裡面我剛剛報告過了 就是三十三條剛剛是上面寫的 那我想另外一 請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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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部長 是 他要答案你滿意嗎 這個就是他負起責任在董事長的位置上面 要徹查到底 到今天喔 網路預購四十一條誰買的 嘶嘶嘶嘶嘶的 還扯謊啊 這個董事長你還滿意嗎 我已經剛剛講過對這個調查我不甚滿意 然後有關於 今天到國會來齁 這個因為 實際的問題都不回來 都要浪費時間嘛 蛤